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六百一十九回 徐凤年和裴南伟二人走得很慢 离那碧山县衙呀 还有些路程 裴南伟突然欲言又止 徐凤年转头看着他笑道 想问就问吧 裴南伟看着他 你不是知道我想问什么吗 徐凤年收拢起自己的油脂伞 突然挤入他的伞下 裴南伟也没什么异样神情 他想夫妻二人去衙门口吵架要债 结果各自撑伞 也许会不太像话 气势就弱了 徐凤年从他手中接过雨伞 肩并肩 走在拐出巷口后踏足的咕噜街上 当时跟武当王小平去神武城的途中啊 我也没把握 能不能在人猫寒生圈手底下活着 就跟王小平说些心里话 我爹徐潇 一直不是什么弯弯肠子的人 他说过 北梁道和黎阳就是一家人 关起门来吵架都没关系 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那就搬出去在隔壁自立门户 老死不想往来好了 但如果说别人觉得有机可乘 跑到家门口耀武扬威 那么徐潇不介意一个大嘴巴子甩过去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当然呢 徐潇也有底线 就是我这个要继承他家业的儿子 只要我不死 哪怕继承家业的过程中磕磕碰碰 没那么顺顺当当 徐潇也能忍着 如果我死在朝廷手里 那他也就不管北梁了 肯定要带着三十万北梁边军 一路打到泰安城 当年我跟老黄一起游历江湖 当时的皇后 如今的太后赵志 就亲自动用侍卫啊 帮我挡过灾 显然他作为女子 更能凭借直觉 把握住徐潇的心思 徐凤年突然自顾自乐了起来 至于我呢 当年在京城说过大话 说要为中原百姓守国门 不是真心话 但也不算假话 反正我得帮徐潇守着北梁 不就是帮中原百姓守着西北门户吗 西样的事情 两样的心眼而已 陪南伯的嘴角轻轻的勾起 徐凤年望着前方不远的那座衙门 他轻声的说 北蒙的老夫人呢 曾经当着两朝所有人的面 说愿意与徐潇共治天下 是不是听上去很激荡豪气 陪南伯点了点头 这是免礼藏针呢 当年徐潇不肯化僵而至 走掉了一批心有不甘的将领 如果说这是徐潇自找的 后来朝廷让徐家铁骑 对武林中人动刀子 走掉的底层士族有多少人呢 你肯定猜不到 是两万之多 无疑不是身经百战的精锐老族啊 如果说徐潇愿意当年在北蒙老狱 提议下接受了 你觉得会走掉多少人 徐凤年伸出一只手 旋转了一下 最少十万 陪南伯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啊 徐凤年眯起眼 那场风雪中 徐潇跟的老父在关外相见 我和拓跋菩萨各自当马夫 最后不欢而散 不过你要以为 徐潇是觉得 北梁军心会涣散才不答应 那你也太瞧瞧我爹何慕容女帝 他私下答应过徐潇 提出过一个条件 你打死都猜不到 陪南伯随口道 不教室功成之后 徐潇年纪大了 只能养老 但可以让你徐凤年来当中原之主吗 徐凤年目瞪口呆 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之后 他满脸震惊到 这你也猜得到 陪南伯白了他一眼 本来猜不到 可你都这么说了 反正就是怎么不可思议怎么来 再说了 赵志是女子 我也是女子 就不能猜出慕容女帝的心思 徐凤年由衷赞叹 厉害 陪南伯冷不丁的说 我不冷 徐凤年一脸的茫然 陪南伯扯了扯嘴角 真怕我冷 给雨水溅在尖头 你怎么不干脆把油纸伞侧向我 你的诚意是不是也太足了点 手拿开 徐凤年兴兴然缩回搭在陪南伯尖头的手 两人走入县衙大门 徐凤年收起伞 县令冯冠和县城左径都按立住在衙门后边 徐凤年这个名义上县衙三把手的主部 本该也有一席之地 只不过当时给冯冠欺负他呀 少年无知又无根基排挤出去了 当初入山剿匪衣 其实什么都没做 只因为是一把手的冯冠 在年末考评中得了一个中上 左径倒是连点残羹冷制都没有分润 傅梁世子身份的白尚雀 则成功转入幽州军 两人穿过衙门的时候 一路上那些还在当值的六房蓄力 都有热络打招呼 他们对徐奇这位失踪很长时间 导致作为不保的年轻主部印象不差 只不过热情脸色中 顺带着有些玩味眼神 既有惋惜也有幸灾乐祸 徐凤年靠着这点蛛刺马迹 就心中有数了 虽说徐主部马上就要卷破裂卷滚蛋 但是冯冠在获知此人登门拜访后 还是没有太过不尽人情 毕竟他才是罪魁祸首 否则徐奇也不至于那么快就得离开碧山县 在幽州的旧皇帝上 别说一年半载 多少在衙门当差任职捞油水的匠种子弟 是几年都见不着人影的呀 谁让徐奇这个墨留匠种门庭的子弟 既没靠山又不是食物 在当下游手好闲 那如今幽州啊 谁还敢不把点卯当回事 据说灵州那边 在那个粮仓刺史的整顿下 一大批不务正业的世界子 都给收拾的比孙子还孙子 这冯冠正坐在书房里边 把玩着两样新到手的好物件 听到下人禀告之后 本想起身去书房外应付几句就了事 是不会让那徐奇喝成一口热茶 只不过当下人善解仁义的提了一嘴 那徐主部的妻子也同行后 县令大人就心令神会了 把屁股贴回椅子 说要在书房会客 备好茶水 冯冠没有走到书房门口相迎 然后县令大人呢 就看到那个本该满脸谄媚的年轻人 竟直跨过门口 也没主动跟他客套寒暄 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荒唐 竟是让他那个守活寡的媳妇坐在椅子上 他自己啊 斜靠着椅子 我如果没有记错 新任主部和县位都是傅良师子 分别叫杨公寿和朱英 先前都是青鹿洞书院的学子 如今北梁啊 有大如黄商等人主持评点 北梁世子文章时论 那杨公寿是得过一次幽州半年屏的魁首 不去谈他 你只说说看 那朱英智政如何呀 冯冠呢 还一手拎着那件精美的竹雕 一只手保持着请人喝茶的姿势 不知所措 他一时间竟是不敢直视眼前的年轻人 冯冠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这小子哪来的这份官威啊 冯冠可是在胭脂郡的太守红山东上 都没感受到过这种压力 倍感颜面近视的冯冠 放下了竹雕欲如一百价 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 用宫门多年修行练就出来的官腔 拖音道 徐齐啊 这徐凤年微微一笑 我叫徐凤年 冯冠愣了一下 他冷笑了一声 本官还是张去路呢 冯冠突然下意识到 那位守府大人已经死了 恼羞成怒 他一拍桌子 徐齐 信不信本官凭你这句混账话 就可以让锦衣游记 把你逮捕夏宇 嗯 裴南伟伸出两根手指 偷偷拧着徐凤年的腰 也学着县陵大人的那份腔调 说正事 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凤年打了个响指 然后冯冠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阵阴风 神出鬼没的占了一个神情刻板的黑壮汉 从怀中掏出了一枚造型古朴的青铜将军符 握着放到他的眼前 冯冠听说过 边军高层将领啊 都有那一枚将军符 不用以调兵遣将 只有一种用途 那就是在沙场上将领战死 交由副将指挥战士 副将战死交给教尉 教尉战死传给都尉 都尉战死交给标长 标长战死交给武长 直到全军战死为止 可是冯冠他不敢确定 这是不是那将军符 再说了达子他 他也不相信徐其徐主布是什么北梁王 所以冯冠愣是没来由的生出一股豪气甘云 他大声斥责道 徐其 你放肆 朕当本官是好糊弄之人 那名跟随徐肖多年的弟之死 是看了眼新主人 徐凤年摆了摆手 这个面无表情的影子一闪而逝 冯冠毛骨悚然 碰到这么个人呢 徐凤年哭笑不得 伸手握住裴南尾的两根手指 后者挣扎着抽掉 徐凤年无可奈何道 先不说其他 你先把那几个月的俸禄给我 家里呀 等着米下锅呢 冯冠后背紧紧靠着椅背 有话好好说 杀人灭口的事情万万做不得 本官治下 毕山线可是有好几百的锦衣游记 他与其相信这位眼前主部是什么徐凤年呢 显然更相信这家伙就是那北莽渗入幽州境内的碟子 陪南尾伸出一只手 他平淡的说 给钱 二十四两七钱 冯冠额头都是冷汗 他强颜欢笑 两件竹雕都出自春秋名将之手 最少能卖百十来两银子 你们拿去好了 陪南尾冷笑一声 拿去烧火用啊 啊 够用 何况过了你的手 嫌脏 我要银子 嗯 冯冠心中怒骂 两件竹雕 老子不过是把玩磨缩了一番脏什么呀 那真金白银就没过过手吗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婆娘 真是白生了这一般祸水的滋肉 徐凤年在一旁笑 县令大人啊 那我可就去护房那边领薪水去了 冯冠七十两条腿都在打哆嗦 仍是故作镇定的摆了摆手 想着等他们夫妻一走 马上就让刑防和捕快缉拿二人 徐凤年走出书房后 拿起搁在门口的两把油纸伞 陪南尾问 你就这么讨要俸禄 徐凤年一笑 这不是怕讲道理讲不通吗 而且就他那对全在你身上转悠的眼招子 我怕扯皮没扯出什么 就忍不住一巴掌把他扇死了 扇死了冯冠其实也不错 这种官啊 谁都能当 正好给阳公寿和朱英腾出位置了 陪南尾脸色有些古怪 徐凤年在前院的县衙护房啊 领了俸禄 那叙利自然不敢给有着县令口头圣旨的主部什么脸色看 走出衙门 发现雨停了 徐凤年轻声的说 那阳公寿不算什么 只会写些辞早华美 其实没啥精气神支撑的漂亮文章 倒是朱英啊 在青路山那边可不太出名 但是很多针对时事的文章 无疑不在浮水坊案头上摆着 最后连我二姐都给惊动了 专程写信呢 跟我说此人当得大用 就是比起陈希亮和徐北志 太过锐气 认死脸 而且呀 得理不饶人 好几次连皇商请去的大儒奖学 都给逼得下不来台 陪南尾冷着脸 那阳公寿 不是个好东西 徐凤年一笑 我就知道 这人是不是在纠缠你啊 浮水坊的碟子可还没跟我讲这个 是最近几天的事 陪南尾脸上没什么怒气 上次去衙门讨债 此人来毕山县赴任 大概还得等着 郡守大人的正式批文 吃饱了撑着整天没事 每次我出门买东西 他就出现 总算呢 还剩点读书人的脸皮 倒也不凑近 就在不远不近的地方 大声的吟诗诵词 嗯 水平也许跟你当年呢 旗鼓相当 徐凤年忍俊不禁道 怎么可能 我当年跟北梁世子购买诗词 那可都是重金高价 内容也都不差 陪南尾和徐凤年 就要在游咕噜街拐入巷弄的时候 四五个巷是等着他们的地痞无赖 嬉皮笑脸的围过来 陪南尾看了一眼徐凤年 后者皱眉自言自语 毕山县没领教过锦衣游记的厉害 怎么这时候还有人有胆子惹事啊 很快这答案呢 就水落石出了 在那群地痞说着怪话围上来的功夫 有人英雄救美来了 徐凤年和陪南尾身后不远处 出现了一位白衣飘逸的佩剑男子 相貌很英俊替他 战姿很玉树临风 还有佩剑挺值钱 当他看到陪南尾身边的徐凤年后 眼中悄悄闪过一抹伤感和失落 但很快这股情绪就化为满腔热血和无穷斗志 然后啊 他都不用剑出油龙 轻贺一声 潇洒快步上前 隔着七八步远就一掌递出 顿时啊 就有一名地痞好似给雄浑的掌风给扫中 双脚离地 撞到了相弄的墙壁上 这名白衣剑客呢 又是一掌 又有一人身体自己也打了好多个转 然后倒地不起痛苦呻吟 陪南尾嘴角有些抽搐 他撇过头 不去看这个白痴 徐凤年伸出手 捏住他的下巴 轻轻把他的脑袋给转回来 他忍着笑一说 这位路见不平八道相助的大侠 也很辛苦的好不好 你好歹把戏看完了我 白衣剑客正忙着彰显自己的寻魂内力和绝世武功 没看到这一幕 否则呀 估计就要把自己给打吐血了 只见他是一掌接着一掌 打的那群五大三粗的地痞流氓是屁滚尿流 还有些个挣扎的站起身来 朝着那白衣剑客冲去 然后都是连大侠的衣角都没摸到 就给灵力的掌风扫中 以各种精彩分成的姿势 侧飞 倒飞 旋转着飞出去 徐凤年侧过头 以过来人的老道经验跟裴南伟小声的借手 我当年干这种事的时候 开销都得两百两以上 因为一开始让王府里头的侍卫护从假扮地痞太假了 头一次做事我也没经验 结果那七八个侍卫明明是嘴上调戏姑娘 结果一开口就要跟杀人全家差不多 下家那小家碧玉差点没昏过去 哭着喊着说别杀他 他什么都从了 后来我只好出面解释 你猜怎么着 那看上去挺清秀 个姑娘也没啥害羞 就直接问叔我娶妻了没有 结果把我给吓住了 害得我给李汉林那几个看热闹的家伙笑话了大半年 那以后啊 我就聘请了侍警无赖来演这种戏 事先还得说好怎么个打法 这种掌风全钢风格的呀 还好说价格低点 若是动刀子 人家可就要加价了 不过那时候我都是看心情给银子 我估摸着这哥们啊 再小家子气 花了恐怕也得有二三十两银子 在乡洞口那边蹲着的余地龙和吕云长 早就看傻眼了 等到那位光是出掌就大汗淋漓的侠士 总算是大文收工 那些地痞照规矩 喊完了类似少侠饶命 什么少侠武功硬是了得 这些话呀 就相互搀扶着离开 裴南伟言嘴而笑 因为在他耳朵边 徐凤年早就先于他们说过这些话了 这个曾经的北梁祸害之手满脸的得意 怎么样 都是这套路吧 我才是干这种事的开山鼻子 当年梁州灵州 不知道有多少顽固子弟都在学我呢 背对着二人的白衣剑客赶紧喘了几大口气 等呼吸平稳下来才笑着转过身 向徐凤年和裴南伟走过来 他正要说话 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两个捣乱的 其中个子高的那个对裴小姐身边那个碍眼的家伙说了一句 师父师娘 我和师兄随便找家客栈去住了啊 否则我们两个挤在一张床板上睡不惯 走了啊 徐凤年看见两个小兔崽子一溜烟的跑路了 脸色有些尴尬 裴南伟冷笑一声 收了好徒弟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珠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更多新书动态 请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大宾小说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